歡迎收看新聞英語解析 大家好 非常高興要到我們新聞英語解析的時間了 那麼這個時間最主要是針對 國內外重要新聞來加以分析補析 特別是國內大家所關注的新聞焦點議題 從英文這個角度 一方面能夠增強我們的英文閱讀實力 再方面也能掌握國內外重要局勢 好的 觀眾看一下 今天新聞英語解析的這個標題是什麼 19 children and two adults killed in massacre at Texas elementary school 好 非常可怕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標題 有19個小孩 and two adults adult 就成年人 成人 19個小孩以及兩個成年人 killed 用的是被動 那被殺害 那麼 in massacre 這個字可以當動詞可以當名詞 叫做殘害或屠殺 被殘害或被屠殺 那麼 at Texas 在德州的 elementary school 的國小 德州國小這個地方呢 有19個小孩跟兩個成年人被殺 那麼 killed in massacre 就大屠殺 就是那個這個兇手呢 進去之後呢拿著槍掃射 當場死了非常多的人 19個小孩以及兩個成年人當場死亡 這整個悲劇呢又在這個美國上演 因為美國呢之前也曾經發出 發生過這個校園槍擊 那麼這一次呢 又發生了這個非常恐怖的事情 當然引起很多人在美國 開始又開始辯論 有關於這個槍支的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整個情況是怎麼樣 這個 Yuvada Texas 在這個城市 德州的這個 Yuvada 這個城市裡面最新的報導 A gunman 有一個槍手 槍手 killed 殺害了 at least 這個叫至少 有一個叫at most 叫至多 至少 那至少就有可能是還有 還有沒算到的 非常可怕 至少就目前已經掌握到至少 有19個兒童 以及兩個成年人呢 那麼是在這個 Tuesday 在禮拜二 就這個禮拜二 這個禮拜二 那麼再一個什麼呢 Rural 這個是一個形容詞叫 鄉村的或農村的 鄉村的 就是它這個是比較鄉村的地區 Texas 在德州的這個鄉村 比較鄉村的地方 德州這個地方比較鄉村的地方 Elementary School 的國小 那麼鄉村國小 那麼 根據誰呢 所說呢 A state police official 那麼state就是州 那麼police就是警察 這個州警 州警的警官 叫official 官員呢 說了 那麼有發生這樣的一個 非常 這個可怕的一個慘劇 那麼 In the dead list 這個dead list 本來是這個Dead 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是死亡 這加個LY呢 它產生兩個磁性特別注意喔 那它可以當形容詞 一般很奇怪 我們家的LY 都變成副詞了 可是它這個字加LY 它有形容詞的功能 叫做致命的 死亡的 致命的 那麼它當副詞 那麼也可以當副詞 就是非常的 vary的意思 極度的 非常的 非常的 如何如何 極端的怎麼樣 所以這個很奇怪 大家當兩個磁性 那當 它可以當形容詞 加LY可以當形容詞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之前有學過一個叫friendly 友善的 友善的加LY 也變成一個 形容詞 所以一般來講 加LY是副詞 所以我們特別注意一下 加LY變成形容詞 叫這個 那麼它去外加IES 變成最致命的 傷亡最慘烈的 最致命的 American 美國的school 學校的shooting 槍擊案 shoot就是射擊 shooting 就是槍擊案 那麼在自從什麼時候呢 自從 the massacre 剛剛我們講到的一個名詞 動詞叫屠殺的意思 自從這個慘案 在這個Sandywood Sandywood 也是一個地名 Sandywood Elementary 那麼國小 就是Sandywood這個國小 Dedicate Dedicate Ago 在十年前 Dedicate 這個叫十年的意思 在十年前 這個地方也發生 非常嚴重的校園槍擊 沒想到 十年之後 又發生了 這樣的一個非常慘的 這個在Texas 的這個地方 這個鄉村國小 又發生一個慘案 那麼 時隔十年 好 Stay Stay這個字 S-L-A-Y 它本來是動詞叫殺害的意思 殺害 這加了ing 變成名詞 還加了s 變成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命案 這個命案 殺害的這個 這個情況 took place took place 就是happen的意思 發生 occur 我們跟你們講 發生 happen 當然是過去式 發生 happen 或者occur 那麼just before 剛剛好 before noon 就在正午之前 就是快到中午的時候 快到中午 大家很鬆心 吃飯很鬆心 突然那個人跑進來 突然拿槍 又開始shooting 開始掃射 非常可怕的意思 非常可怕 所以在這個 快到中午之前 發生這個事情 在rober 這個學校叫robe rober rober elementary school 在rober elementary school 這個地方發生 槍擊案 非常可怕 where 在那個地方 這個where指的就是 在這個 這個學校 那麼second through through就是 一直到 穿越的意思 就是 二年級 以及四年級 fourth grader 就是等級 那這個就是學生 就是 在這個小學學校裡面的 二年級到四年級 很奇怪沒有提到 一年級還有 因為它這個是放假的這個 它是 特別說明 就是二年級 跟這個四年級 在那個地方 二年級到四年級 in yourvard 在yourvard這個地方 那麼 這個這個這個 那麼 它這個地方 又插入一個句子 在講這個 yourvard 這個是一個什麼樣的 這個位子 它是一個small city 小的城市 因為這個rural 鄉村的 這個小城市 那麼它是在west of 在西方 什麼的西部呢 Saint-Andon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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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東尼歐 安東尼歐這個地方的西部 這個城市 那這個 它這個句話 其實只在講這個 這個地理位置而已 那真正的從這邊開始接 它就是說從二年級到四年級 它真正的說法是從這邊開始接 在幹嘛呢 為什麼提到二年級到四年級 這個他們正在什麼 work preparing 正在準備 to start prepare to 準備做什麼 開始啟動一個summer break break本來是休息 這個名詞 就是所謂的休假 那summer break 那當然就是大家很喜歡的 就是所謂的暑假 準備要開始放暑假 沒想到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也就是他們很早喔 你看現在才國小 我們現在國小好像還在上 但是他們你看 這個五月份就準備要放暑假 所以這美國的假期是很長的 美國假期很長 它寒假也很早放 暑假也很早放 時間非常多 就是學生的修行時間非常多 所以它這個summer break 那麼在這個禮拜準備要放暑假 沒想到 這些小孩被殺死之後 暑假永遠沒有 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的事情 好 at least 那麼至少one teacher 有一個老師呢 was among among 在什麼什麼之中 那麼在這個成年被殺害的名單之中 有一個是老師 因為他剛剛我們這個標題寫 19個小孩跟兩個成年人 那這兩個成年人裡面 另外一個他沒講 不過他說兩個其中有一個 amount 就是 這個成年人之中 這個是有一個老師死掉 所以他說at least 至少one teacher 有一個老師呢 was among 在這個成年人之間呢 被殺害的成年人之間呢 有一個老師是死亡 非常可怕 是不是老師衝出來要保護學生 或怎麼樣 剛好在這個 慌亂之間呢 掃射然後死掉 非常可怕 然後呢 and several 有好幾個其他的小孩呢 也怎麼樣 wouldn't 受傷 這個地方 變成被動 pp的受傷 本來是動詞 變被動 受傷 pp ulid 那麼the gunman 這個槍手呢 whom the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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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所謂官方 官方就是政府方面 就是當然就是 警察單位等等 那麼identify identify 這個本來是y i-d-e-n-t-i-f-y 去y加ied 這個叫證實 確認 確認 證實 確認 那這個地方是 確認a為b啦 因為後面有個as 叫identify a as b 把a確認為是b identify him as my good friend 我把他認為他是我的好朋友 那當然這個a呢 a這個地方不見了 跑到哪邊去呢 當然跑到這個關帶 這個關帶 whom 因為是受格 其實這個whom 受格也可以省略 所以這個地方喔 他是 這個槍手 槍手是怎麼樣呢 他是 從這個地方 視a為b 視a為b 把這個 那麼視這個這個這個 槍手為一個 18 18歲的 就是證實 證實 證實 他是一個18歲的 所以很年輕喔 槍手才18歲而已 所以在美國為什麼說 這個槍支問題很麻煩 就是很多人只要 一定的合法年齡或怎麼樣 他就可以合法的情況 他就可以擁有這個手槍 擁有這個手槍的話 那這個正常人還好 一旦情緒不穩或怎麼樣的話 那後果就不敢想像 你想想看突然衝出 本來在上課好好衝進一個 一個人突然拿槍出來掃射的話 那真的是很可怕 無法想像 所以喔 他是證實是一個18歲的 那他呢 18歲差不多是 大概要讀大一的時候 高中畢業要讀大 你看這麼年輕喔 結果呢 who had 他呢 曾經就讀 這個attent是參加 這個地方我們要叫做就讀 就讀near by 形容詞 當然這個字呢 也可以當副詞 比如說he lives nearby 他住在附近 放在動詞後面當副詞 但是如果放在名詞前面當形容詞 叫附近 那麼他就讀一個附近的高中 arm 這個字 名詞也可以當動詞 名詞叫做武器 或者手臂 但當動詞就是武裝 武裝 這個地方就是攜帶 就攜帶 身上攜帶的這個 武力 武裝的配備 非常可怕 那麼攜帶有several好幾個 這個weapon weapon就是武器 當然這個武器不是說 據官方的說法 官員這麼說 就是警方單位等等 那麼有手他也死亡 在at the scene 現場死掉 可能跟警察在 這個警察去 這個圍捕的過程裡面 可能被射殺或者自殺 這個地方我們是沒有看到的 但是呢 可以確實的是 他當場死亡 他也當場死亡 通常這個是跑不過的 因為美國那個 一聽到這個 馬上封鎖現場 然後開始 展開圍捕 這個下場可能就是死亡 不然就是 被抓了 這個一定跑不掉了 那麼他也死亡在現場 所以 這個官員也說了 那麼 那麼 terrified 這個叫驚恐的 他本來是 T-E-R-R-F-O-I 就是令人害怕 應該 對 這個是死害怕的意思 動詞是死害怕 動詞是死害怕 那 他變成去外加ED 就是感到害怕 因為我們說過 情緒形容詞加ED 叫感到 ing 叫做令人覺得 這個叫感到 感到害怕的雙親 是非常憂慮 糟糕的小孩子 但是 到底 這個第一時間 聽到這個消息 整個 整個嚇到了 我看他吃不下 吃不下也喝不下 一直在追 他小孩子 到底 因為他 這些父母都是 學校裡面 小學生的父母 那些父母也很擔心 這個到底 這個小孩子 有沒有 情況是怎麼樣 有沒有安全 所以說 在這個 UVARD 這個地方 這個 擔憂害怕的 感到擔憂害怕的雙親 Late Late Tuesday Tuesday 就是在禮拜二的 比較晚的時候 比較晚的時候 因為這個事情 可能比較早發生 之後 得到這個消息 比較晚的時候 他們都在WARD 等待 WAR 這些WAR 就是一些傳話 或者我們叫消息 就是 在等消息 什麼消息呢 他們的小孩子的 安全問題 是不是 有慘遭這個 射殺 真的很害怕 或者是受傷 重傷等等 and the law 那麼 法律的這個 enforcement enforcement 叫執行 enforcement就是執行 執行 實施 那麼這個官員 也就是執法者 執法人員 那就是什麼 檢察官 或者是 這個 警官 等等執法人員 那麼Rash Rash 就是這個Rash 名詞 可以叫做賽跑 國中學過Rash 賽跑 它也可以叫做這個 種族 很奇怪 賽跑也可以叫種族 那動詞就是所謂的加速 Rash Rash 加速 衝刺 有一點像 Hurry Hurry to 那這個Rash to的意思是說 他就這個 趕快的加緊 加快 忙於急於 去怎麼樣 Peace together 拼湊 Peace together Peace 是碎片 Peace together 就拼湊 把它拼湊出來 拼湊 那拼湊什麼東西 那就拼湊整個案件 趕快去調查整個案件的來龍去莫 或怎麼樣的情況 因為要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 馬上可能要召派記者會來說明怎麼整個案件發明的情況 所以 制法人員趕快趕快去搜尋去尋找 所以這個是一個整個發生的慘狀 所以說我們 雖然說美國是一個非常自由民主的國家 但是對槍支的管制一直以來是一個很大問題 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到底這個槍支 未來他們要怎麼樣去控制 他們可能就開始進行辯論 開始沒有什麼方法提出來 那當然 我們身在台灣 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的管制是非常嚴格的 因為使得我們大家沒有這種 活在這種非常恐懼的這種 有人拿槍出來射殺等等 這種非常恐懼的事情 所以有賴政府加強的管制 使得大家的生命有所保障 有所保障 當然今天的整個文章 我們就介紹到此 如果對大家來講 對你有幫助的話 也別忘了 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一篇訊息 期待下次新聞英語見面 謝謝